各位好 欢迎收看速说 我是李肃 我上个星期谈了一个敏感话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在这个上个星期六的这个诉说里边 我谈了谁分裂了中国 谁是台独 今天我接着这个敏感话题继续谈 台湾和中国统一好还是分裂好 那么说到这个统一 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这种说法 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势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这个说法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是他所谓的就是说分久必和 和久必分 这个也就是说一会儿是这样 一会儿是那样 他没有说谁好谁坏 但是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边 我说这是中国大陆人 脑子里边的概念会不会说 统一就是好的 这个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个历史叙述中 统一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大家同不统一这一点 说到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是吧 当时有七个国家把六个国家给灭了 统一中国 这是正面的 这是好 秦始皇一个暴君 都是好人 因为他统一中国了 凡属这个国家分裂了 被分制了 分裂了 都是不好 什么时候统一了 都是好 大家这个概念 都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实际上 统一了未必好 你比方说香港 香港五百到七百万人 这根据跟什么算了 原来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大家说 哎呀 这不好啊 你看那外国人统治他 这是不统一 但是香港人会这样认为吗 绝大多数香港人认为 我们多幸运呢 没有在1949年 被共产党统治去 所以香港才发展成 世界的所谓的东方明珠 所以香港才成为 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 是最高的 比台湾还高 今天怎么样 统一了 统一 不仅统一了 原来保证的50年不变的 一国两制也没有了 20多年就变了 香港好了吗 如果是香港好了 为什么现在开始 有大批的香港人 几万 数十万的人准备 或者已经移民国外了 叫所谓的这个移民潮啊 为什么呀 好了吗 统一了吗 生活应该更好 留下来过幸福 生活不好吗 为什么香港人那么傻 要跑啊 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杆秤 都明白 统一未必好 中华民国呢 中华民国政府 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先后合作过两次 一次是刚刚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 好 那个时候就要做 所谓的融共政策 结成统一战线 一起对付 所谓的北洋军阀 中国共产党当时 只有几百个人 进入了国民党 去所谓的统一战线 结果统一战线后来破裂了 破裂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 有几十万人 几百个人 发展成几十万人 而且发展成有自己的武装 然后这个统一战线不成 马上枪口就对准了自己 原来统一战线的老大 当然国民党是老大嘛 国民党人多嘛 人多势众 所以共产党就是这样 第一次 第二次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统一战线 抗日统一战线 结束了以后 1945年 本来都胜利了 反过来再把枪口 对准中华民国政府 然后把中华民国政府 给赶出中国大陆 两次了 两次都把自己的老大给打了 打得体无顽腐 自己的老窝都断了 南京给断掉了 自己跑到台湾去了 还要有第三次吗 究竟所谓的中国的东郭先生 与狼的故事 西方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还要讲多少次 大家才能明白 狼来了的故事 还要喊多少次 大家才能知道 那么刚才我们说 统一未必就好 当然也不是说 统一一定就坏 我也没有这样说 分裂未必就是差 因为分裂 大家脑子里面概念 负面概念 分裂祖国 分裂中国 当然我们刚才是说了 真正从历史上看 分裂中国 分裂祖国是谁 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中华民国政府 不是所谓的台独 台独是受到 中国共产党支持的 那么分裂 刚才我们讲了 香港曾经是 英国殖民统治下 那也算是分裂 分裂的结果是 香港从一个 非常落后的一个地方 当年香港那个地方 就是大概就是 十几万人 几十万人的一个地方 广州人是看不起香港的 发展成一个 国际型的大都会 真是很繁荣的一个地方 这是分裂的结果 不是统一的结果 对不对 如果当年1949年 或者说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 没有把这个香港 给割让给英国 如果说1949年 七十多年前 解放军占领了香港 香港不可能有 后来的辉煌 因为整个大陆 都没有辉煌 整个大陆 都是非常贫穷的地方 非常落后的地方 香港怎么可能说 尽管我是受共产党统治 我还会辉煌起来 不可能的 它不会有 后来的辉煌 那么中国和台湾 远的不说 1949年以后到现在 是不是一直是分裂的 互不隶属嘛 互相谁也没管过谁 没有统治过谁 台湾是不是从一个 原来跟中国大陆 比中国大陆发展程度 要低得多的一个地方 发展成了今天 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排名第29位的一个国家 这是事实 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949年如果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占领了台湾 或者说1950几年 51年52年占领台湾了 台湾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生活状况吗 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吗 人们会像今天一样自由的 在大街上 你可以骂陈水扁 你可以骂任何一个人 骂蒋介石 骂李登辉 骂蔡英文 你会有这个权利吗 都不会的 分裂未必就差 那么与此同时 1949年以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 中华民国没有隶属 互相没有管 中国有没有 中国大陆有没有 由于跟台湾没有统一 自己遭了难的 比方说中国的文革呀 大饥荒啊 这个六四镇压呀 一切一切 中国有这个情况吗 说是由于这些东西都是由于 我们没跟台湾要统一起来 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磨难 大家想一想 那么 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一开始的时候 进入中国的资金 所谓的外来资金 根本不是西方人 是台湾人和香港人 都是这些 从所谓的跟中国分裂的地方 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帮助了中国改革开放 今天在大陆 所谓的台企台资 太多了 对不对 遍地都是 如果当年是统一的 没有分裂的话 有这些台资吗 没有的 所以 分裂了 未必 就是上 分裂了 才有今天的台资企业 才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 得到了台湾的帮助 中国应该感谢台湾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就不能让台湾 这都七十年过去了 情况 大家谁也不干扰 谁的时候 挺好的 为什么不能让台湾 现在就不能让台湾 继续的安安稳稳 继续过下去呢 继续自己过好日子呢 所谓的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我不知道这个大业是谁的大业 难道这个大业的完成 就是需要杀人 就需要生灵涂炭吗 其实不仅仅杀的是台湾人 中国大陆人也要被杀 战争总是要死人的 而且是双方死人 难道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 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一片火海 这就是大业吗 而且这个到底是谁的大业 我就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或者是中国十四亿人 包括中国已经去世的领导人 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 等等人物 包括你自己的家人 在你的记忆当中 有没有任何的人 在临终的时候 在弥留之际 他跟你说 或者跟其他人说 跟在场的人说 说我就是死不瞑目啊 我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 就是统一祖国大业 台湾没有跟中国统一起来 我死不瞑目啊 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啊 我没有看到这个台湾统一到祖国里边 我是遗憾 终身遗憾啊 有这样的情况吗 哪一个 你告诉我 包括毛泽东 喊着 从那个时候就喊着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 他临终的时候 告诉过谁说 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祖国统一 这是没有任何人的大业 这就是一个虚幻的口号 说到底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小撮人 想把韭菜增加2300万 那么今天当代的世界 大家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统一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边 是正面的 分裂都是负面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看当代世界 统一根本不是趋势 分裂是趋势 这个世界上你看一看 今天有哪个国家是现在统一起来 不断统一了 不是的 你看到的是不断的有国家分裂 不断的分裂 而且这些分裂 很多的情况下是暴力分裂 都不是好结果 比方说 当年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叫所谓的南联盟 南斯拉夫联盟 南斯拉夫联盟 分裂了 分裂出去六七个 对七个国家 不止六个国家 他包括马其顿 塞尔维亚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纳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黑山共和国 还有一个科索 整个南斯拉夫分裂 而这些里边 这是七个国家 分裂出去的七个国家 其中有六个在分裂的时候 出现了战争 出现了武装冲突 甚至是大规模的近似于种族灭绝的武装冲突 就是波黑战争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纳 当时和塞尔维亚分裂的时候 战争啊 杀人 杀人如麻呀 他那个塞尔维亚那个总统叫做米洛舍维奇都受国际审判了 因为他杀人太多 他就是所谓的防止分裂 我要保持国家统一 他就杀人啊 你为了所谓的统一 你去杀人 这是反人类罪 那么这里边也有和平分裂的 不多 整个区就是和平分裂是不多的 当然大家感情上也是非常的不好 非常难受 就是杰克斯洛伐克 这杰克斯洛伐克呢 原来他属于 他自己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他属于奥匈帝国 后来呢 就分别化归了奥迪利和这个匈牙利 1918年呢 这个就组成了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杰克斯洛伐克 后来在东欧这个巨变 共产党下台以后 就苏联首先解体了 东欧这个共产党下台了呢 杰克斯洛伐克呢 在1993年通过议会投票 再一次分裂成两个国家 注意没有战争 没有武装冲突 尽管大家感情上都是互相相对 非常的敌对 但是通过议会的投票 最后决定两部分分裂成两个国家 各广各的 一个叫做杰克共和国 另外一个叫做斯洛伐克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和平分离 也叫做天鹅绒分离 天鹅绒就是很柔软的和平的 那么所谓的这个西方国家 有没有要分裂的呢 有啊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有一个魁北克省 这个省呢 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 所以呢 他们讲法语 叫做所谓的加拿大的法语区 原来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叫做新法兰西 后来呢 叫做魁北克 因为有一个魁北克市 他就以这个魁北克市 作为魁北克整个的这个地区 这个省的名称 魁北克呢 一直也都是有很大的一股势力 想从加拿大独立出去 所谓的分裂加拿大 这个祖国 他举行了几次投票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0年 他进行过一次全民的这个公投 其中呢 60%的被魁北克人呢 投票反对独立 就没成 在1995年 进行过第二次的这个全民公投 也没有通过 但这一次呢 这个反对派的这个投票呢 这个力量大增 达到了49.4% 几乎达到了半数 所以这个所谓要求独立的呼声呢 是相当的高 但是现在 1995年 到现在为止 20多年过去了 没有再举行公投 也没有再要求 就是独立的人肯定 要求独立的人肯定还在 但是呢 在加拿大 要求独立 不属于非法 并不是所谓一个分裂祖国的行为 还有一个 有趣的例子 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例子 就是美国的 这种一个自治领地 叫做波多利各 这个波多利各呢 它是美国的自治领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属于美国的任何一个州 它也不是美国一个州 它叫做等于是美国的波多利各共同体 就是属于美国的一个领土 它上面的这个居民呢 也有美国的公民身份 发美国护照 它曾经进行过多次的这个投票 进行过六次的公投 当然这些所谓的公投 是不具备法律效益的 它跟加拿大的那个魁北克的公投不一样 它这个波多利各这公投呢 是不具备这个法律效益 但是它能反映民意 它就是说 要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要不要加强自己的自治 还有一个呢 要不要独立 那么所有的这些公投里边 要求独立的 都是极少部分 不超过10% 那么所有的 这些公投里边 其中有三次 1967年 93年和98年 这三次呢 都是说 多数的人说 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就保持现状就好了 不成为美国一个州 但是呢 在后来的几次的这个投票中 要求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呼声呢 就占了多数了 其中 就是在这个2012年 它进行了一个公投 这有60%的人赞成说 成为美国一个州 所以它把这个公投的结果呢 也交给了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至今为受理 就是说交给美国国会 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美国国会至今 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那么在2017年 还有一次公投 97%的投票人赞成 成为美国一个州 但是这一次投票呢 这个参加投票的人 只占波多黎各的人口的23% 也就是说 应该 这个所谓的97% 不具备代表性 多数的人没有参加投票 70%多的人没参加投票 2020年呢 还有一次公投 这个呢 赞成成为美国一个州的 波多黎各人呢 是52.5% 超过半数 但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还有接近半数的人 不希望成为美国一个州 但是美国 对于这种观点 并不认为 它是反政府 什么山巅 都没有 它可以去想 甚至可以去做 但是只要你没有 这个武装的 这个暴力的行为 就可以 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呢 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人 五毛也好 粉红也好 都是现在寒打海杀呀 要武统啊 就把台湾变成一片火海呀 流倒不流人呢 嚼嚣得非常厉害 还说啊 这个这个 实际上就是拳头说话 实力说话 过去我们落后 落后挨打了 今天我们强大 强大就得打别人 打别人 从打谁呢 从打自己人开始 打身边的人开始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是你台湾人认为你不是中国人了 那我就得打你了 他要只是认定一个 我不是中国人 你就打他的话 你打人的理由太多了 你可以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这是强权政治 这是霸权主义 用我们过去的讲 就是弱肉强食 这是丛林这个法则 是吧 势强凌弱 弱肉强食 那么有人就说了 有一个人哈 他说 李肃节目里说 中华民族永远不要战争 非常正确 可是台湾很多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中华民族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武力解决了呢 那我就想知道哈 当年中共在中国里边 内部中华民国里边 成立国中之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 分裂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力量 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了 要变成苏联的一部分了 是不是也该打呀 也应该该剿灭呀 那么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了被避免被剿灭 声称要一致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建立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结束了 抗战结束了 统一战线应该是和平的结束了 那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怎么把枪口对准 中华民国政府 那个时候怎么没想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反贼呀 所以这个说来说去都是说你要完成统一大业 你强大了 这是一种强盗逻辑 你强大了 你有枪 你有刀 你就可以要求对方把钱拿出来给你 理由是什么呢 就因为我有枪 所以我告诉你 把你钱给我 把你钱包给我 这种道理 中国人现在要讲吗 所以实际上 大家有没有考虑 想到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 中国现在的分裂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不是中华民国造成的 也不是所谓的台独势力造成的 是中国共产党分裂了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支持着台独 所以真正今天要统一很简单 就中国共产党放弃 说我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解散了 我归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重新在中国大陆进行统治 这不就完了吗 你本来当时就是非法的成立国家 非法的军事暴动 你把这个非法的东西改正了就好了吗 这不最简单的事情吗 当然了 这种可能性几乎就是零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 有一点很重要 我要声明一下 我本人既不反对统一 也不反对分裂 重要的是 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 第一原则要和平 第二个原则 同样重要的原则 双方人民要自愿 弱肉强食 以强凌弱的这个丛林法则 不仅不应该成为现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法则 而且可能引起另外一个法则 实际上 就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